好 看一道题 从这道面试题呢 我们去聊一聊循环转低规 这里有个数主 让你对数主求和 然后给你加了一些条件 不能使用循环 也不能调用数主中的方法 其实他想说啥呢 他的意思就是让你使用低规 但是他又不给你明说 其实这道题本身是一道简单题 所有同学都能写得出来 是吧 但是我这里是要通过这道题 告诉同学们一般性的思路 就是你们但凡以后遇到了其他的关于循环转低规的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完成 好 咱们先把这道题解出来再说 低规的话肯定得用一个函数嘛 你给我一个数主 我来求和 那怎么求和呢 我可以这样看 整个数主之和等于他第一个位置加上后边所有之和 那么后边的所有之和呢 他又等于这个位置加上后边的所有之和 这不就是低规嘛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变量来记录他当前看到的位置 这个变量i 他的默认值呢为0 表示数主的第一项 一开始呢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那么整个数主的和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就是arri 这一项 加上什么呢 加上i加1 再调用一个函数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一项加上什么 加上从后边的一项开始 后边的之后 所以呢 你把推完返回就完事了 当然你要加上一个中止条件啊 什么中止条件呢 就是当i已经等于了数主的长度的时候呢 就没东西了 是吧 没东西呢 我就认为和是0 就完事了 我来调用试一下啊 运行m把ar传进去 然后呢得到16没问题啊 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我们要找到一般性的思路 其实所有的循环都是能够转成帝规的 咱们来试一试吧 我们随便写个循环的模板 循环咋写的呢 有一个初始代码 这里呢只运行一次 然后呢是循环条件 然后是循环代码 然后是循环体 这就是一个货循环的代码结构 而且同学说外偶循环呢 外偶循环是能转成货循环的 都外偶循环呢 都外偶循环也能转成货循环 对吧 你把货循环研究清楚了 起来都一样 这个玩意儿怎么来转成帝规呢 帝规呢 肯定得有一个函数嘛 那你要保证初始代码只运行一次 所以呢 你需要一开始就运行这个初始代码 然后后边是条件代码是不是得反复判断 所以你这一块需要一个止函数 这个止函数呢 要反复的运行 条件满足继续运行 条件不满足就退出 所以说判断的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说条件代码不满足的情况下 那我就退出 反之条件满足的话 我要干嘛 我要运行循环体 那么这个循环体呢 就写到这儿 好 运行完循环体之后 是不是又得运行循环代码 那么循环代码呢 写到这儿 好 循环代码运行完了过后 是不是又得低规的去判断这个条件 所以说再去重复调用自身 直到条件不满足退出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把这个函数启动起来 这就是一个或循环转成地归代码的格式 这是一般性的格式 它可以套用在任何循环的地方 你都可以把它套成这种格式 所以说将来如果说遇到了其他的关于这种类似的循环转地归的例子 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了 虽然这样做了写出来代码并不算简洁 但是绝对不会出 咱们来试一下吧 把这个代码直接扔过来 不用这种方式了 扔过来 然后你想想循环求和怎么做的 变低是吧 然后呢 一开始呢 有个变量上等于0 然后把加上就完事了 好 来转换一下吧 这个函数最开始要做啥呀 那前面东西就直接写过来了 好 出示代码是啥呀 出示代码不就是这一部分吗 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条件代码是啥呀 条件代码不就是这个吗 对吧 这个条件不满足 不满足不就是大于等于吗 然后循环体是啥呀 循环体就是这个 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想都不用想 循环代码是啥呀 就是A++ 完事了 这玩意就绝对能求和 咱们来试一下吧 这个玩意删了 然后呢 这一块运行完之后 把印一下子上 调用这个M 看一下能不能求和 运行 你看 16 只不过呢 这样写出来呢 感觉很 很乖 不是那么简洁 但是有没有答到题的要求呢 肯定是达到了 通过这道题啊 同学们介绍这个一般性的转换格式 这个格式呢 其实同学们自己也可以推倒出来 有了这个格式之后 所有的这种奇葩的循环转低轨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